AI四伏器大厂美超为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 因为对公司账务有疑虑而辞任 重启到美超为的股价连续两天重挫 周四再跌将近12% 业界也很关心台厂是不是会受到冲击呢 南郡受访表示影响不大 双红也说一切正常 但是股价却跌超过8% 而与美超为结盟的利台也被拖累 今天盘中打入跌停板 中场下跌5.7% 专家点出这件事整体上对业界影响不大 不过还是必须留意 是不是有新创公司夸大AI在产业上的影响力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宣布终止和美国AI伺服器制造商美超为的会计查核委任关系 利用士对公司的治理和透明度有所疑虑 消息一出美超为连两个交易日重挫 31号股价奏跌将近12% 市值不到200亿美元 和3月时相比已蒸发大约三分之二 市场也关心台厂供应链有没有可能陷入呆账风险 对此四伏器滑轨厂南郡透露一切正常 因为2018年美超为就曾经因为这样的事情下市过一次 那以过去的经验对于整个本业上其实影响不大 收款目前没有什么变化 最负责供应学轮板的双红则表示和美超为合作至今都直接出货至美国总公司 货款向来没有拖欠而今年第二三季的货款也早已收到 只不过双红股价周五人回策年限支撑 而同样受到美超为拖累的还有板卡厂利抬 早盘一度跌停 对此专家分析 这起事件对产业的长期冲击不大 反倒需留意 可能有公司夸大AI对产业的影响力 那如果从产业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这应该只是单一公司的个案 AI现在逐渐被大家吹成一个泡沫 所以在后续的发展上面很有可能会开始有更多的新创公司 他们在做募资 甚至在做公开发行这些过程里面 会去夸大整个AI在后续的一个发展 我们过去也看到很多大型公司产生弊案 就是因为他在会计的登录上面做了一些手架 中经验国际经济所赋研究员戴志炎也补充 这起事件不太可能造成转单效应 而随着美超为股价暴跌 纳斯达克费半指数也受到冲击 再加上微软Meta财报不如预期 市场难免忧心AI泡沫的可能性 这里和乔东龙台北仓报道